那儘管昨天是有提出這個新的辦法 可是因為之前的市府的一紙公文 所以讓這個機態可以繼續施工 那現在監察院說要來調查市長你看 所以我們今天已經正式向大家做了報告 我們對現行相關的法規 規定 SOP以及機制 做了全面的檢討 以及接下來我們就會針對 施工工地損零爭議事件 處理規則進行修訂 所以剛剛提出的六點 就是接下來我們很明確會要來進行 所以這些SOP的修正 我們也已經提出了改進的方案 針對機械大直工地事故這件事情 特別是由建商的建築師還有技師 進行相關的損零還有公共安全認定 這個部分大家就有很多討論 我之前也對外說明過 要求突發局監管處 針對現行的法規 SOP以及相關規定 來進行全面的檢討 並提出改進的方案 昨天我們也開會進行了討論 所以新的制度上面我們有幾個特點 第一 也就是當住戶提出損零的協調 好那現行是由包括啟程 建造人來進行會刊 建造人來進行會刊 我們心智會請毒發局 以及公正第三方的專業技師來會同現刊 第二現刊第一時間公共安全的認定 現行的規定是由建商的技師還有建築師來進行安全認定 提出報告 但是我們新的規定 新的制度是加入了第三方公正 計時公會來進行複合 而且整個安全認定的時間 從現行的14天縮短為3天 一旦發現有公共安全的疑慮 勒令停工 並且要求成造人提出緊急應變措施 以及安全維護計畫 我們絕對是以住戶市民朋友的安全 為最高的制造原則 第三 對於零損是否為施工所造成相關的認定 現行 我們是由建商的技師和建築師來進行認定 但是我們新的制度 就會加入第三方公正公會的複合 第四 我們針對如果經過認定住戶有不服 他可以要求第三方鑑定 而鑑定的費用 我們新的制度 就會要求建方來優先支付 第五 如果要求做安全 是否公安疑慮 而發現必須要求 勒令提供的這些不良廠商 相關的建築號碼 還有施工地點 以及啟程監造人 以及相關包商的資訊 我們都會上網公告 資訊充分的揭露 第六 從這個月起 我們針對地下市開挖階段的工地 我們每一個月都會進行全面的清查 而過去對於生開挖工地的部分 並沒有相關的管制 而我們會每月進行清查 每一季我們會針對台北市全市所有的施工工地 進行全面的清查 所以我們會把這樣所有生開挖 以及全面工地清查的頻率提高 我們要確保台北市所有住戶接下來的安全 因為昨天這個 彭先免他有說說這個 市府這邊沒有跟他們簽約 簽這個信課的契約 所以他們才沒有把這個原意堆進去 昨天法務局長還有發言人都已經說明清楚 我的態度一直都很清楚 就是要求基泰出來面對負起責任 我在乎的是災民的眼淚 不是建商的眼淚 那因為他們有說說這個市府是拿市民的納稅錢 要把企業搞垮 還說你們都是在作秀 不是在做事 到目前為止 基泰沙索承諾的一億元都還沒有匯到指定帳戶 台北市政府就是站在災民的這一邊 我們都是以災民的權益回最優先的考量 所以我們會持續要求基泰要落實他的承諾 你不怎麼看 因為聽說昨天都發局好像已經是拿到了那個監測報告的部分 那你們也出入了觀察一下說裡面是不是有避場 我所這個了解 所有的這個監測的資料 包括他們的監控日誌 該保存的這一些證據 我們都會做保存 那原則上這一些所有的監測的這個資料 我們還是要經過這個專類的計事公會來做判定 那所有判定的所有的資料 我們都會透過這個證供署 移送給這個檢調單位去做這個鑑定 包括判定有沒有違法 或是有違這個公共安全的這個部分 我們在保存證據的部分一定會做到 這個該有的資料都會做保存 我們從十點半大概給二十五戶的收災戶 能夠回來拿他們貴重的物品 那在這裡當然有很多人告訴我說 第一個為什麼要分三輪 那第二個也許時間太短 所以原則上我要跟所有的這個收災戶 包括我們的市民報告 因為這一個建築物現在是傾斜的 人在裡面這個我們從外表看好像沒有怎麼樣 但是在進去的時候他是傾斜的 所以人在傾斜的這一個環境裡面 他也許是不能平衡 待在裡面如果待了太久 那原則上他會這個不舒服 所以我們希望在短時間內 他能夠把他貴重的物品 包括重要的文件能夠拿出來 那給他最起碼有三輪 也許他回去又想一想 還有哪一些東西還沒有拿的 那原則上在第二輪再包括第三輪 再來這個拿東西 這個大概是我們現在配合 不管從這個專業的安全結構機師的建立 還有我們這個消防局的這個收救隊 所有在收救的這個專業的判斷 遠離這樣的這個時間 那也請所有的這個受災戶能夠體諒 那我們絕對會配合這個受災戶本身上面 能夠達到他們該有的需求 但是這一種大型的這個物品 也許要搬出來大概是不可能 那還有一些這個租屋的學生 也許是他們因為裡面好幾間的房間 那我們的同學也許在上課 時間沒有辦法配合的部分 我們會來協調在他可以這個來拿起 他的這個物品的這個時間 我們再來做配合 那至於董事長 他已經表達他負責 他又是建築師 他又是博士 姬太又是他創立他就是總經理 一生的心血都在這裡 那 接下來可能董事的事情是董事會決定 我總經理可能不能決定這件事情 總經理你好我是民事新聞 想問一下台北市有規定 地下城開挖到12公尺的時候 總經理你情緒還好嗎 你說 好 我是機械建設的董事長陳世民也是公司的負責人 機械建設創立開始就是我參與創立的 也是我一生事業的重點 各位都知道 機械建設40多年 從來沒有發生過這麼重大的公安事件 那起因是什麼呢 因為我們機械建設的背景 各位都很多 園長人都知道 我們是沈竹海知名的建築師 沈竹海建築師事務所的建築師跟同仁 成立的一個建設公司 由於我們的專業 所以我們公司做任何事情 一定以結構安全跟臨房的安危 作為我們公司最重要的事情 接下來我要對於社會各界的關注 還有我要對所有股東跟客戶負責的時候 我為了要負起 因為公司是這案子的起造人 所以我基於這個責任 我宣布持去機械建設董事長一職 所有責任就我一個人來負擔 第一 本案原由 大職臨房損壞並坍塌事件之原由 出判為營造廠施工不勝所導致之意外 首先是南側民宅連續壁開挖面以下 英操